她是高晓松称为有民国才女风范的母亲 那句广为流传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便是受她启发 高晓松说过一句话说她有三对 叫做头对了胎上对了学入对了行 我说那我有四对还生对了孩比她还多一对 她出身高知家庭从小居住在清华园 与费孝通金月琳等大师比邻而聚 性格不拘巧结乐观爽朗 我小时候甚至于想过将来要当相声演员 我都还练过绕口练 我跟你们说一个吃葡萄不读葡萄皮 不吃葡萄到葡萄皮 经梁思成引路她爱上建筑学 随即经波折 她终有机会延续于建筑的缘分 晚年回首求学过往 难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男先生对古建筑特别喜欢 他能踏在那个墙上摸着那个雕塑说 我多喜欢这佛爷的小胖脚丫啊 与繁华的北京武道口一墙之隔的清华园内 有一片静谜之地 新水红砖墙回瓦两坡顶 这片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华园福建不久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72年前 四岁半的张克群随父母入驻清华园圣圣音院23号 与费孝通 金月林 梁思成 林辉音等教授比临而举 要不然我怎么写了一本书叫 《清华我的摇篮》呢 整个就是在这摇打了 但是我没在这工作 张克群的父母被称作中国立学双子新 父亲张维是两院院士 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母亲陆世嘉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者之一 旧公施金墨是京城名义 张克群身在德国 长在中国 工作时几经辗转 退休后定居美国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曾不无自豪地评论自己的母亲张克群 读书画画 考察古剑 颇有民国大才与林徽音之风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高晓松奉为座右铭的话也源于母亲 我认为这句话是高晓松的翻译 我当初跟他说的是 你要不好好念书你就上前门卖大碗茶去 意思就是说要看得远点 别看近处 张克群在公众场合显有露面 更添几分神秘 近日他将北京古建筑考察的成果结极出版 许多读者慕名而来 幽默风趣的语言时常逗得在场众人蓬富大笑 也透露出这位年过七旬长者的爽朗乐观 我当时觉得吧 就是科普的书里边 什么天上地下 星星月亮 原子遮呐 唯独没有建筑这一行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我这人本来就比较口语 我小时候甚至于想过将来要当相声演员 我都还练过绕口 练我给你们说一个 吃葡萄不赌葡萄皮 不吃葡萄葡萄皮 这都我练了很久 准备当相声演员 所以相声演员没当成的 但是语言还是比较的那个贫的 小时候的张克群比较淘气 喜欢画画 他形容自己为大器晚成 1961年张克群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在他的记忆中 梁思成先生是一个快乐的小老头 对古建筑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也是从那时开始 他心中埋藏了对中国古建筑的喜爱 男先生对古建筑特别喜欢 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那个设备 就是幻灯片打到白墙上一个雕塑 佛爷了什么的 他能踏到那个墙上摸着那个雕塑说 我多喜欢这佛爷的小胖脚丫啊 事实上天之骄子 科班出身并未带来一番风顺 在毕业后的很长时间 张克群没有机会 从事自己想做的建筑设计工作 而是远赴大庆油田 江汉油田做工人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张克群回到北京 开始真正做回建筑设计这一本行 临近退休 张克群才有时间各地寻访 调查古建筑 著书立说 越看越觉得好 然后我的朋友都关我叫破妙迷 因为有时候我带着他们去 走着走着走着 那个门头沟内 我说这这一破妙 他们就关我叫破妙迷 这位破妙迷几乎跑遍了 北京城里城外 大大小小的村庄 一点一线地描绘出 中国文化精髓和古代工匠们的 巧夺天工 一笔一画地记录下了 皇家宗教与夕阳等 不同的建筑风格 分为红墙黄瓦 沉桌木骨 八面来风三册 统一击入北京古建筑物语出版 历来来应该有十年了 都是照完了相 回家以后 把那个picture打在电档上 然后我在这儿画 所以画画画了 很长时间 虽然是建筑系课班出身 但张克群 却不用声色的学术语言写作 而是娓娓道来 其中步伐幽默风趣的点评 亲手绘制插图 生动直观 风格清新自然 让历史悠久的古建 增出几分清静感 制画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它是明朝那个民营宗的大太监 王震的家庙 由于它是家庙 所以它就不可以用任何的有颜色的屋顶 可是它要臭险 它那个头等太监 所以它的瓦全部都是琉璃瓦 但是是黑的 有好多特别好的浮雕以及原雕 包括它那虚密座 一般的虚密座就是几层什么画面 它那虚密座每个关键都有一个历史 所谓历史就是古代的保安 张老师这个文字呢 他因为他是一个建筑学家 他很简洁 准确 就是他描述的这个建筑的特征 就是他那个知识量很丰富 因为我跟他儿子很熟 90年代老在一块喝酒 他很爱说他母亲 就是他那种 就我记得那时候 他就是提起的母亲 他都是很自豪的 那种很有感情的 就是很钦佩的 敬佩的那种感觉 虽然对古建保有深厚的情感 但面对城市发展和古建筑保护 很难两全的问题 张克群的想法相当误实 他认为对于古建筑的保护 需要有所取舍 没有厕所 凡是说要保护这个保护那个 他都不住里头 住在里头人都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搬到大楼里 所以他不是为了现代人的生活设计的 所以我认为四合院的保护只能分片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那青铜器好不好 漂亮吧 多文化呀 你是拿的熬猪还是拿的炖肉 没法弄 唯一的去处就是博物馆 大庆的正式的工作正式的名字是 石油部松疗石油看探局 所以它就叫小松 后来的第二个油田是江汉油田 于是我女儿就叫小江 流浪生活的纪念城 好 OK